阿里山山脉上 一座山形有如凤凰 每当雨些出情的云起之时 更添祥瑞仙气 不知是风生水起 有凤来移 还是真有一说 六十年一次的长久等待 非梧桐不期 非十足不识的神鸟 或许真能乘着传说的翅膀 来到人间的凤凰山上 我们并非追降云而来 却在柳山经由弥漫的森林中 遇见似曾相识的新朋友 进入一个那美人 才能深入的阿凡达境界 热情干尽艰巨的森林兼兵 在茂林修竹间游牧逞怀 还得适时地为大自然修整门面 还树于林 我们在台湾山苹果繁花盛开的季节 和西头台大实验林的调查研究人员 一起走上这条 曾经有着黑熊漫步 奇花异景的南岭县山境 从西头出发 前往山林溪的森线上 意外闯入了一片 白木枯立倒幅的 太古洪荒之境 据说来过这里的人 都会忘记俗世缠绕 人生在世能有几回 我们一定要来感受一次 我们一定要来感受一次 去年的岁末年中 追日出总是闹笑话的MIT台湾之一行 追到了西头天文台 我们在园顶下翘首仰望 想象直通天外天的大球内 深藏着多少奥秘的天地玄黄 宇宙洪荒 这一趟在老友带领下 我们进入了大球 当时麦哥还不知道 已经有一群台湾顶尖的科学家 跨国参与拍摄出 全球第一张无形黑洞的影像 见证了天文物理重大的发现 这一夜 麦哥还来不及和夜空群星解密 已经进入他深度睡梦的黑洞 一早醒来 天朗气清 汇丰合唱 新朋友老朋友摩拳擦掌 我们将再次踏上 西头山林的望悠行程 今天天气非常棒 是山山的好天气 那我们要完成 我们上次的承诺 我们就是要从西头的天文台 然后纵走到山林溪去 那这次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就是主任要带大家去巡山 是 今天的任务 我们是要联合巡市 要走的路线是我们昏黄山的南岭线 那这一趟的任务呢 我们最主要是针对 比如说我们这个路线上面 有一些比较会被盗法 盗采的一个热门的点 我们加强做这个巡市 那沿线同步可以针对 比如说沿路有一些动植物的资源 那我们也安排了专家 做这条路线的调查 那在这个路线上面呢 也有一些我们收回的造林地 那我们针对这些造林地呢 看一下新植造林辅育的情形 所以今天行程是非常的精彩 所以我们可以介绍沿途的风光 动植物之外 那我也可以看到你们 如何去巡视这个山林 维护这个山林 是的 所以今天是阵容坚强 哇 我们这边也有职务的专家 也有我们平班的管理人员 台大这边人才积极啊 你好 你好 怎么称呼啊 我姓杨 智慧的字凯旋的凯 负责保育跟游乐的业务 那我们今天跟着主任一起 来联合巡视 主要是对于这个步道路 两侧的稀有动植物的话 我们也一并做进行调查 让我们这行程会更精彩 哇 这次回的女士 嗨 早安 我是陈杰英 我在管理组服务 那我们管理组的业务呢 就是负责林地管理 那我们平时呢 会定期的做一些巡视 那针对不同的 道发热点的路线 然后会去进行巡视 所以你体力应该很好啊 至少一个月要上来 走这些路线一次 但机的难度也是不一样的 你们管辖的范围太大了 对 不是只有在西头 已经有所闻了 从竹山进来 就开始进入你们的领域 然后一直到玉山 对 三万两千多公斤的 所以可能七十位都不够啊 七十位不够 所以你要寻这个山 真的是很辛苦啊 是 女孩子真的觉得很厉害 没有 体力也要很厉害 谢谢 你好 你好 好 万导 你好 请问大名负责什么样的工作 我是谢政权 负责西头西的360班 零班负责人 这基本配备是什么 对对 背奖机 还有GPS 炒刀 衣鞋 还有7 他有你的套子很特别啊 这个拿出来看他自制的 他自己做的 手作 手作炒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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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上山的工具 这个拔柄 也是削的 自己削的 自己削的 这是自己做的 是 来介绍一下你的 宝刀啊 没有 这是炒刀而已 因为这是我们随身工具 炒刑这个很丰厉 哦哦 炒刀 所以这是 拔柄要无度 开路先锋 不过这握起来还蛮好握的 对 这是符合我们的提供学 对 我们今天应该不用开路了 今天应该还好啦 谢谢 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 他是一位攀树专家 上次爬台湾山就是 可以爬的 你也有带这个刀子 我主要负责的是 西头的零班的管理员 因为我是一到六零班 我们西头六零班 对 那我主要就是 统整这六零班的一些 像是灵证啊 或是说一些作业上的一个管理 接近年底的时候 会比较忙 果实若成熟了 就开始忙碌了 也有可能 对 有时候可能协助柴总 下次可以带我们 云山然后尖爬树 好 不用不用 不用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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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管理组的双玉祥 双玉祥 我觉得没有回到本业来有点可惜 所以后来就考到高副考 然后就来分发到台大时间里 在那边当祭司 像是在管理组服务这样子 导游领队应该也是很精彩 对啊 钱没有那么好赚啊 对啊 不错啊 真的好赚喔 真的好赚喔 好不错 好不错 可以吸引更多年轻人来这边工作 好 那我们准备好 就跟着大家一起出发 大家一起出发 行山了 好 大家一起走吧 我们今天路线非常精彩 听说到最后面 还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漂亮的湖泊 是 这一条路线南岭线 它有几个茶路口 其中有往金甘树山的 那也有往山林去的 我们今天选择这一条路线 出口会在望佑森林 上面有很多的林木枯石 枯林在那一边 那因为最近雨水比较少 所以呢可能没有办法看到整个 浮面倒影的感觉 可能效果不知道好不好 可以先去走一走看一看 就随缘了 随缘 随缘 对 今年非常干旱 雨水非常少 所以可能湖水会比较少 对 对 对 有时候可能都会整池都是干掉 只剩一条小溪流 沿途都很精彩 是 是 是 不知道是天气太好 还是路况撑得上老少嫌疑 队伍虽然常常一列 但每个人脚步轻快 即使各自身负不同任务 却都像春游一样 身心浸淫在分多精森林里 之前西头台大实验林的 蔡处长告诉麦哥 分多精能安神阵痛抗焦虑 而树木中就以柳山 蕴含的分多精最多 这么高等级又免费的柳山 SPA森林 当然得好好寻手保护 现在有时候就会针对这种树木 做一些资源的调查 主要你们就是沿途看 沿途调查 对 对 对 他们就会看我们这个路线 有发现了哪些的树 或是有珍贵的树也会特别记录 麦导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过去 天然里有经过整理过后 然后我们栽子柳山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些 残存下来的天然里 比如说我们等一下沿路上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 小禁忌的牛樟 那西头的话 其实附近有一座很有名的山 叫做张空轮山 过去的话其实就是 法彩、樟树跟牛樟为主的 那樟脑其实很多的地名 都跟它有关系 那我们这边因为樟树砍光 所以叫张空轮 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 那我们从过去的法彩的过程中 我们也看到其实日本人发财都会流树头 所以我们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是要巡视树头 后来的人发现树头留下来 是有它的生态智慧在的 譬如说它的根系 仍然是可以抓住台湾的土地 但是如果你把树头挖走 就失去了水族保持的功能 所以现在老鼠对树头特别有兴趣 对 对 针对这些树头 我们会再观察一下 有一些更新的一些能力的话 它如果有开花结果 或许我们可以 再从它的上面来挑选一些种子 然后再来做繁殖 这台我看你非常忙碌 我们一走进森林 就看你在寻寻觅觅 你在寻什么宝 我想跟你介绍一个 这个叫做玉山建筑 玉山建筑其实 跟台湾山有同样的一个地位 因为台湾山 我们都知道 它的拉丁文当中的署名 是用台湾尼亚 但是玉山建筑的拉丁文的署名 是用玉山拉丁文化 但是它是用过去的这个 就是我们讲的 Natakayamaensis 它是它的种小名 可是它直接 前面的署名的话 直接把玉山叫做Eushinia 用玉山来命名这样子 那一定是台湾一个很特殊的植物了 过去会认为它是一个台湾特有的 不过现在从菲律宾岛上也有发现了 不过它在整个全世界的尺度上面来看的话 它是分布海拔第二高的一个族类 仅次于喜马拉雅山尺族 所以在地理分布位置上 生态位置上 它有它特别的地位 玉山建筑对爱好登山的人 是再普通不过了 因为只要爬到一个海拔高度 两三千人就会看到玉山建筑 我今天听志凯讲就知道 它其实是非常珍贵 而且是用玉山来秘密 玉山它的署名是玉山 这就是名作珍贵 我们在做保育业务的时候 会观察一些物厚 那竹类开花一直以来 在全世界都是 没有人知道它到底周期是什么时间点 那从两年前开始 我们观察到玉山建筑开始开花 所以这已经是开花了是不是 对 这已经开花了 然后已经结果了 这是果实了 对 这已经是果实了 所以竹子开花是不容易的 对 因为周期很长 所以在两年前 我们一个族类在台湾引进的是 1967年引进的 到台湾的话60年 全世界同一个时间 60年同时间一起敲了钟 然后大家一起说 今年开花 从两年前开始 我们就一直观察到 台湾山上的玉山建筑 从爱里山山 一直开到我们末端的地方 一直都看得到它开花结果 但是它开花的话 一个特殊现象会死掉 对 有听说竹子开花开完 它就要死亡了 对 所以过去有记载的话 有一些最长到120年 那像玉山建筑 我们目前推估大概是落在60年左右 所以建筑其实是一个 大猫熊它的主要的食物 所以大猫熊 它那个地方的建筑 开花的时候 其实导致于族群数量锐减 因为猫熊它没有主感可以吃 对 那台湾岛上 当然依赖它的生物不多 但是在这个森林当中 会变成一个很特殊的景观 上次去能高 能高安东军那边的建筑 是有开花 可是这样结果就还没有开花 对 所以我们这边 我们就陆陆去观察 这几年的话 开始做了一些长期监测 看它的根性要到什么时候 我们现在做了研究 做了三年之后 发现它大概三年才会成感 它一开始就跟一般的草本植物很像 那到三年之后才会长成 像我们比较熟悉的高山上 可以看到玉山建筑的触感 可是我觉得它的果实很特别 是 就是细细很长的 对 它其实跟 如果我们如果认真看的话 把它剥开来 其实跟稻米很像 跟米很像 对 所以其实全世界最贵的米 我都开玩笑说 大部分人可能会认为是耐米 但耐米我们知道不是 对 也有可能会讲柴月光米 但其实现在目前 目前推估出来的 市价最贵的应该是竹米 竹米 对 竹子结出来的米 竹子的米 对 有这个东西 对 所以过去鲜米真的有在食用吗 有 有 有 因为本草纲目很早以前就已经有记载说 吃了竹米的话 亲生意气 眼睛可以看到神明 对 那也有传说中 吃了竹米之后 一个月之后 腿上会长毛 一天可以跑五百里 哇 对 那现在是不能随便乱摘 不然实在是应该吃一两颗 增加一甲子的功力 应该是要一甲子才开花 所以我们就在跟学生 跟研究单位的同等相约 六十年之后 再来看全世界的特殊现象 也不容易耶 因为它开花一次就要很久 所以过去在台湾的传统概念当中 只要看到竹类开花 都会有一些不好的抑郁 或者过去在中国的历史当中 都跟蜀疫有关 因为蜀化在地下是很重要的 孽子这些动物 吃了这个高营养的东西 就大量的繁殖 就传播出来的问题 那在这条铃线上 其实它更有富含它的神话 因为我们知道 这条山是凤凰山上面的铃线 凤凰非竹米而不死 非泉水而不已 非梧桶而不棋 所以今年看的话 可能有机会看到凤凰 凤凰可能会出现 来吃一下竹 可能会来吃一下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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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生态植物很厉害 还有文学的素养 所以我们大概吃完大概 我们都听过凤凰欲火而生 但还真不知道 它很有可能是挑食而亡 麦哥按照智凰博学又风趣的 解说推论 油物之所以珍惜罕见 大多因为它们 只钟情于单一食物 比如凤凰至于竹米 宽伟凤蝶至于台湾擦树 六十年的痴心等待 虽然只是一则神话 但竹子一生只开一次花 之后将面临全部枯亡的命运 却也是有根据 我们应该是等不到 传说中五彩的白鸟之王 但建筑上还是自动入境了一只 鲜红艳丽的长脚斩胸红银 台湾特有种的它 不论是鹿角一样分齐的触角 或者一身的大红袍 都让人联想到 没有凤凰红银也好 但饮食均衡不挑嘴更好